你能不能谈一谈 就是说在你组织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最容易失败这些人的特质 是否简单说三个 第一个我觉得是懒惰 懒惰就没到一了 然后再来就是 哈喽大家好 我是Ryo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谁来开讲 今天老师特别来到台中 来见一个在我学生里面颜值最高的 他充分表现出一个 就是在我们应该奋斗的年纪里面 千万不要偷懒 年纪轻轻 他的事业就做得非常好 来我们今天的远远总裁 嗨 Ryo老师又见面了 非常开心 叫远远 是不是颜值很高 长得很漂亮 不止只有这样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事业做得非常好 远远可以说你的年纪吗 可以啊可以 我今年37岁 真的是颜值超好 所以你看一个成功的女性 除了把事业照顾好之外 自己的颜值打扮也是非常重要 那你现在目前呢 在从事这个事业是做 应该叫直销还是传销 直销 那一般人对于这个直销 是不是都挺抗拒的 多数都是这样的 多数这样的 那你大概做了几个 我做了快9年的时间 那听说你现在目前在你们公司里面的 聘接是很高的 那还不错啦 还不错 排名第几 排名第7位上这个位阶的 这么多人上万人 你现在是第7位上这个位阶 对第7位 之前我在台中我有一个做传统生意的老板 对 他有跟我介绍一下你们那第一位 就你们公司第一位 当时他跟我形容说真的是 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源没有场地 对 然后一个很拼命的这样去努力去做 听说现在在疫情之前 对 随随便便一个月的收入都大概有8月 很可怕 只要团队做起来之后那收入是可怕的 对 那你应该少说也有7位数 这样子透露好吗 不好说 不好说 但是我们就是要往这个目标前进 是 但是我觉得成功也不是天下掉下来 对不对 所以你说从事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你当时是怎么接触的 是因为当时其实就是身体有一些状况 然后因缘际会我的一个过去的主管 他介绍给我 那我就因为这样子接触了精油 然后调养我的身体 然后才进来这个直销的产业 你们公司的产品蛮厉害的 就是说好像分为两种的 一种是经营者 一种是消费者 对 那我觉得其实老师看过那么多的一些直销公司 如果真的都在玩那些资金的 风险很大 对吧 我觉得风险太大了 对 因为我觉得直销的体系是非常好 其实它的制度是很好的 可是你如果拿来变成是操作这种 金钱游戏 我觉得就不对了 是 所以有很多人说他赚得很快 也许就很快就没有了 很快就会没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劳何货 然后可以快速自负的 我不太相信了 所以你也是这样一瓶一瓶用 一瓶一瓶享受 应该是说我在调理身体的过程 然后我接触到精油 那我觉得这个精油跟我过去的认知 怎么会跟百货公司的不太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用在自己的身上 其实是有很大的感觉 尤其是在身心的这个状态之下 因为其实当时的我西药也看了 中药也看了 然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 所以在接触到的时候 马上就有感觉 但是一般人是这样 一般人有做一个消费者 还蛮轻松的 对 反正我就使用了 对 但是一旦说到要销售 哇 这可能就退步三色了 那您当时是怎么愿意接受这个销售 没有遇到一些挫折吗 当然有挫折啊 怎么真的会没有挫折 其实很好玩 我当时都不知道我已经在销售了 啊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销售于无形 那也是高手 应该是说自己自身的感觉很多 所以就会热于分享啊 对 就像我今天来到这间餐厅 然后我觉得 哇 我们刚刚吃的炖饭非常好吃 我就很想把它分享给我的朋友 其实就这样子而已 我没有想太多 这就是一个个性性 对 对吧 其实分享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一般很奇怪 就像你说的吃一个好的餐厅 看了一部好的电影 都愿意去做分享 可是一旦牵扯到钱 就好像就说不出来 就好像 很感悠 曾经我也有一度 因为这个制度的关系 我就变成不敢分享了 对 不知道钱可以 有钱的时候 哇 一直分享 知道钱一直进来了之后 就卡关 对 那你怎么突破的 怎么突破的 其实我觉得 你先去了解公司的制度 再加上我重新去思考了 我先不要管 公司有没有给我 还不错的收入跟奖金 我的出发点 真的就是希望身边的朋友 也可以跟我一样 可以带来健康跟保养 就我重新调整了之后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合理的 其实你想嘛 就是说今天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 其实销售 什么叫销售 销售就是让对方 跟我们自己在双赢的过程当中 对 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对 而我们得到应有的报酬 对 那不然没有报酬 谁愿意动这个动作呢 对啊 而且我是觉得我一样买这个金额的价钱 他也是买这个金额的价钱 我没有赚取他的差价 对 而且钱是公司给你的嘛 也不是赚你朋友那边的钱 对 所以我经常说很多人说 哎呀我做生意不想赚朋友的钱 我就开玩笑说 如果你开个电影以后 门口就挂一个 朋友与否不得进入 哈哈哈 就是朋友你都不能来买 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这句话我是真的非常认同 不然好东西要跟陌生人分享 对啊 也是蛮奇怪的 对 是的 是的 可是你刚开始在做直销的时候 那你们家庭会反对吗 哇反对可惨了 因为很多现在年轻人在做 尤其像做这种直销 好多家人亲戚朋友都反对 就好像见一个要打一个 有这么严重吗 非常严重 因为我接触的时候才29岁 然后呢 我的妈妈觉得说 哎你不可能啦 因为太了解我们的个性了 她觉得你一定是三分钟乐 对 你又陷入这个老鼠会的这个 这个骗局 然后你可能要投好多的钱 对 那你到时候你又没有人脉 你又要去陌生开发 你什么 她就是先把我们预想到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不好的就全部加上来 对 所以她就是认为我做不到 骂也骂了 嗯 求也求了 但是都阻挡不了 我觉得想要 什么招都用了 什么招都用 对 都就是阻挡不了 阻挡不了 可是当时呢 你这样子 譬如说你再去做销售 成功啊很开心啊 对 如果遇到一些挫折 回去遇到这些妈妈的这些 念刀念刀 那不会有放弃的念头 放弃的念头 曾经都会有散过 但是都快速的就消化掉了 所以可不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 事实上在这个 在这个事业能做得久 除了一个对产品的了解 公司制度的了解 然后真的 成为一个好的爱用者 去乐于自己本身的那种东西 去做分享 感受去做分享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坚持 坚持是必备的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不坚持都没有机会 是 可是一般来讲 一个人如果遇到一些挫折怎么办 譬如说 像现在有一些在电视机前面里面 譬如说要是做直销的一些朋友 万一遇到挫折怎么办呢 要找谁能够帮帮他呢 找谁能够帮忙 我觉得就是身边的家人朋友 第一个一定会因为你的挫折 告诉你 你就放弃吧 不需要让自己这么累 但是这个不是帮助的话 他还提油救火了 对 刚好一枪就把你打死 对 如果你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却因为你自己的信念不够坚定 我觉得太可惜了 真的好可惜 对 所以我觉得能够帮助自己的 就是成为自己的这个发电机 时时刻刻的相信自己 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 小挫折大挫折 小困难大困难非常多 这是必经过程 所以我觉得不要觉得说 你遇到了就是特别的困难 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就好了 尤其做这个事业 我发现好像每一个都是个体物 自己是大一个老板 对吧 所以公司所安排的教育训练 是不是也蛮重要的 是啊 就很多人不喜欢上课 如果一个很不喜欢上课的人 应该也不会在这事业做太好 绝对做不好 我是觉得绝对做不好 因为这里面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对 互相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心路历程 大家相互的分享 其实你多去看看别人 你就知道人家是怎么成功的 然后也去听听看别人 遇到的问题 跟我们遇到的其实都一样 是啊 就见怪不怪啦 其实我从事销售这么多年 我会发现一件事 只要你持续做下去 你会发现 真正客户的问题就那几个 真的 真的你每次遇到谁的客户 问题就那几个 那如果我们一旦已经习惯了 酒变成凉衣了 都很擅长了 对不对 所以以现在你这个职位来说 或者是你们公司的高聘 基本上那种 自我调试的能力都很好 我觉得自我调试的能力 真的要很好 不仅能够调试自己 还能够去燃烧它 对也要能够去激励伙伴 那你能不能谈一谈 就是说在你组织 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最容易失败这些人的特质 会简单说三个 第一个我觉得是懒惰 懒惰就比你到一了 真的 然后再来就是 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对于自己前途其实还是茫然 很茫然 就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 对那种登峰的都绝对做不起来 啊 亚乘对白不好 对不好 那再来就是责任感不够的人 责任感不够 现在目前又可以干到公司的第七大 这个很厉害 遇到最大的挫折 遇到最大的挫折 其实就是我们也曾经没有做过直销 对 那其实我觉得是在带人上面的辛苦 嗯 对就是带组织 然后给教育训练 然后或者是你要去解决各种不同的伙伴他们的问题 我觉得让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沟通上面 就一个人单打独斗是没问题 因为你只要把自己照顾好就好 对 你把自己调试好就好 对 可是一堆这些兔仔子一大堆 这每一种人又不一样的病 那个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帮你 对 对 那怎么办你遇到这种问题 先吸一口气 然后告诉自己问题 不要生气 因为其实过去也曾经用过自己的方式 在跟他们沟通 可是你会发现其实人的事业没那么容易 你要搞定所有的人没那么容易 所以要学会倾听他们的需求 对 然后再来因为他们的问题 我再来帮助他们解决 等于说你要因材施教很重要 每一种人不同的问题对不对 对症下药 对 对 那另外也可以啊 我应该觉得也可以借力啊 对吧 找老师去上上课也 没错 对就是非常感谢简老师也在我们的团队 我真的是经常到这个团队去 他们团队真的很优秀 气氛又好 然后颜值又高 然后每一个人的学习力都很棒 就是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帮忙 因为毕竟我们见了多嘛 所以从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多多少少都会对他们有一些 提升跟帮助 有啊 因为老师总是有一股魅力 让所有的人包括我都非常的喜欢 不过我常常讲 一个老师其实说真的 学员的状态决定老师的状态 对 所以每次到你的团队去 哇那一种热烈的气氛 对 本来可能只要讲三分钟就讲到十分钟 对 再赠送七分钟 就是很重要是这样 你能不能给现在目前 他如果假设在从事直销这些朋友 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 我觉得你要慎选一家直销公司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非常了解 他的产品跟他的体质 还有再来 你跟个团队真的非常重要 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 你自己未来的方向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什么 对 必要一度的跟风 人家告诉你这个可以赚钱 你就说好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去真正的了解 一间公司的架构 我常比喻啊 就是你很容易的就爱一个人了 那你下一次呢你可能也会另外一间 遇到另外一间公司很好 你可能马上就爱别人了 又移行别人 对 真的 每次都这样 所以就应该这么讲就是 在真的要恋爱之前 对 多去做一些了解 然后找到一个好的公司 对 像你们公司 应该是外商的吧 我们就是美商多特瑞 正规的美商公司 所以现在目前大概有几个国家都有 开发中的国家有超过二十几个国家 有十几个国家 所以那当然它是国际型的 应该就更远够一点 对 找到好的公司 有了好的制度 对 最主要一个好的产品 在其他上有个好的团队 对 那最后可不可以 总裁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说 当然我认为你除了这几年 这么努力之外 你认为你成功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我非常明确的知道 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很重要 然后我也一直希望我可以提升我自己 就是这间公司 可以对我的未来的发展性是很高的 很多面向的 而不是像过去的产业 都会被局限 那因为我想要的心够强烈 所以我也想要照顾家人 所以我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都知道 辛苦奋斗 它是基本配备 那我如果不拼 就没有机会 渴望的心 对渴望 我听说以前家里好像也不是 看经济 透过你之后改善了 就是可以照顾家人的 一把伞 这种感觉很 因为以前 其实也是 家人先照顾我们嘛 然后后来家庭的变化 怎么样 也不是大家 父母可以预期的 那当然今天可以有一点点的能力 再回复给家人 照顾家人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棒 感恩是一个成功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这几年你的打拼 金钱是不用说了 金钱是最简单的 对 除了金钱之外 你认为你自己得到什么 在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我觉得得到我自己的自信 然后还有能力的提升 嗯 然后再来就是得到一个好人员吧 我觉得 然后再来就是内在的助手很重要 很快乐 对 然后可以带着伙伴一起成长 我觉得是成就感 跟肯定是我的价值 我觉得非常重要 也是我的很多很多的收获 当然除了刚才提到一些从事直销的朋友 跟你的团队说两句话 非常开心可以来到简老师的YouTube平台 然后藉由老师的YouTube平台 也不是只有告诉我的团队的伙伴们 应该是说 正在打拼路上的所有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谁都没有办法 停止你想要前进燃烧可望的心 所以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自己 要非常鼓励自己一定要努力前进 所以我也经常说成功 一个人要成功 他除了需要朋友 当然他也更需要敌人的刺激你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需要一个偶像 或者是需要一个崇拜的对象 我想永远总裁就是很多人崇拜的对象 对不对 年轻赚钱漂亮 然后各方面的自信都是最棒的 所以我认为在你的身上 一定可以挖到许多宝 而且帮到许多人 所以我希望呢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经常有机会 再来跟你好好地来聊一聊 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业 我们深入地去来谈一谈 怎么样能够成功 好啊 那我想今天呢 我们因为时间有限 真的聊太多都聊不完 我们希望多做几集 因为美女应该大家百看不厌 对不对 希望未来有机会 多到我们的这个 谁来开奖来做客 好吧 那我们今天谁来开奖 到今天呢就告一个段落 我们就期待 演员总裁下次的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